郭文貴議員 郭文貴議員 可以麻煩你說明一下平坦計畫 是什麼時候開始這樣的一個構想 不管是學界還是說雙方的相關的部門 平坦應該是最近這幾年的事情 不過平坦是包含在他們的海溪區的發展規劃當中 但是比較集中在這個平坦 把它當成這樣的一個可以說是比較特殊的一個計畫 這個事情是什麼時候 因為我知道我們台灣學界你在學界方面也是很資深 也都有在談論一些文章 這個大概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最近兩三年的事 對嘛在兩三年 那目前陸委會的態度是怎麼樣 我覺得分兩個層面來看 就經濟的層面來講的話 我想大陸每一個地區他推出來 當然都希望招商引資 招商引資的對象當然台商是一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是一個商業機制 當然我們尊重大陸他提出來的 當然也尊重我們台商做投資評估 他們要去不去有沒有什麼風險等等 我們也尊重他 那麼就政治層面來講的話 平潭在他的海溪區裡面的一部分 然後他是在整個十二五規劃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當然十二五規劃當中 他提到就是海溪區 他是有一國兩制什麼這樣的一種提法 那最近陸委會針對這個議題的對外的發言 主要是就中國大陸針對平潭的這個實驗區 那麼他所提出的這個調子太高了 我所謂調子太高的意思是說 政治方面的宣傳 那麼我們一直擔心會有誤導 對我們的台商也好 對我們台灣的民眾也好 會有誤導 所以我們特別提出來說 如果就經濟論經濟 就我剛剛提到我們尊重 但是如果你在經濟以外的東西 談的太多 那麼要誤導我們台灣的民眾 或者是我們台商 當然我們沒法接受 所以我們必須要特別提出來 來針對這個以正視聽 就是希望我們台商不會被誤導 所以真的王毅先生的這樣的一個談話 說他不了解台灣方面 的這樣的一個舊平潭 這個這樣的一個計畫的一個評論 陸委會怎麼回應 陸委會目前呢 我剛剛聽你這樣講 我給你充分的時間說明 就是說他一國兩制的宣傳 其實超過一點聽到啦 中國並沒有完全的市場經濟啦 我們很清楚 這是很清楚的 我們還是尊重 剛剛你找到經濟的部分 這是算是蠻給他很客氣的講法 中國哪有市場經濟呢 對不對 這個地方我要國家投資多少 就是這樣來處理的 都是專案在處理 鄭立宗先生來這邊採買 難道是市場經濟在採買嗎 當然不是嘛 任何一個國家來採買 我們絕對不會反對 全世界任何一個市場經濟來台灣 做看我們各行各業來接觸 我們都不會反對 我們的熱烈歡迎 為什麼單單對鄭立宗先生 這樣的一個採買的事情 等一下我來請教蔡局長 但就這部分我是說 市場經濟你這樣講是客氣的講法 我了解因為沒有實現冠軍 但就政治的部分 這很清楚了 我很高興陸委會有注意到這一點 那麼就王毅先生這樣講 我們副作者 你對他的談話 你怎麼樣回應 王毅先生這個我想他是針對我們這邊 我們政府的一些說法 那麼他提出了一些辯護 那我覺得辯護是一回事 但是其實他的地方政府 在從事推銷他的平潭 或者海系區也好 那麼他的態度可能跟中央就是他們的 就是王毅先生的一個說法可能有落差 那基本上我們還是希望就是說 能夠回歸經濟就是 舊經濟論經濟 而不要去談政治的問題 好我想在國內某些的人士 其實是在陸委會這個態度出現之後 還是繼續的配合他們 我想這是違反台灣的利益 我想這很清楚 不必開我平潭 我們要經濟開我一個就好 媽祖也沒在壞 尤其幾十年來經過炮戰的戰爭 我們虧欠他們還不少 所以說一定要投資 我們把台灣的資金人才 帶到這幾個地方去 有很多還是可以開發 單單的觀光事業金門就可以相當的開發了 從國家工業管理 是不是變成交通部的國家風景區 很多的旅館的興建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純經濟論經濟 金門都可以比平台更好 我相信這一點 但是就政治的部分 我一直沒有看到陸委會 針對王毅先生的一個談話 再繼續做出嚴正的一個聲明 所以我是在這裡是期許你們 能夠繼續以正視聽 繼續就這個立場 堅守陸委會的立場 有沒有困難 沒有困難 好謝謝你 好謝謝你 好 主席我是不是能夠請蔡局長 你晚安午安 局長辛苦了 這個國安局 重責大任 因為個人在相關的這個 政府部門 還是外交部門 也都待過 了解到國安局的角色了 但是我覺得你剛剛那太謙虛了 太謙虛 不過我先就這個鄭立宗先生這個部分 我剛剛已經有提到這部分了 鄭立宗先生這次來台灣 走了幾個縣市 見了多少人 還說多少業界的人士 13個縣市 87個鄉鎮 80幾個鄉鎮 我剛剛講的 任何一個國家的商業行為 市場經濟 各種廠商要來台灣幾次 要來買多少東西 我們都不擔心 市場經濟嘛 為什麼這哪一國國家 會注意這個傾銷 還是國家在補貼 打擊另外一個國家的一個產業 就是政治力介入了嘛 你是不是鄭立宗先生 所有的採買的金額 是國家安排的 還是私人企業 來採購的 應該都有 應該都有 什麼樣的一個比重 什麼樣的一個比重 當然 鮑威揚我給你報告 你說中共沒有統戰的一個意圖 這樣好 那你的答案就很清楚了 對 你也不會說了太名了 我們以前的這個 到美國的各種貿易的採購團 到一個美國的阿亞瓦州 還是印第那州任何一個州 會說排除某些政黨的人士 拜訪某些特定的人士嗎 會這樣做嗎 不會 不會嘛對不對 那為什麼鄭立宗先生 我們本來我們是歡迎這樣的交流的 我們這時候有意見 是說因為國家的他的國家力量介入太多 而且所謂的統戰入戶入心入村 這點國安局都要掌握吧 很好 那所以就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讓他們了解 我認為局長你在相關的國安會裡面 應該讓他們了解 我們歡迎交流 我們歡迎採購 歡迎各種商業經濟的行為 但是我們認為在這裡面 很明顯的來到一個管齊 就只有某些人 扶植這樣的一個人 公派聽說以前叫做買辦 以前在殖民地的時代都是 全力就是給某些特定的人士 然後用這些某些特定的人士 扶植了之後來打擊另外一派的人士 我們在所謂的中華民國在38年之前 在這個國共的鬥爭還不夠慘嗎 我想這個你們經驗太豐富了 了解很深 所以是不是國安局就這方面 怎麼樣來有一些防治的作為 歐委員 我認同剛才那個陸委會的高副主委 已經給你談到了 其實他們很多的行為都夠以高調 那這個高調如果說違反了到我們國家的法令 或者違反了我們國家的那個 我們都會適度的向他們表達我們的意見 但是活動 今天他在台灣的活動 基本上還不涉及到法律這個層面 對不對 還不涉及到法律這個層面 所以而且勒 但是局長 你也很清楚 議論 所有的議論都在批評這件事情 除了高調之關窮 哪有一個另外一個國家 帶有政府公部門一定的權責 能夠這麼樣的大辣辣的每一個縣市 好像在巡視我們的地方 這個立場要讓中共北京非常的清楚了解 我想這一點的話 相關的部會 你們在國安會議裡面 你們有的工作不能夠講 但是像陸委外交部 內政部各種部會經濟部 在很多都有參加國安會議 你們都是在裡面的一個重要成員 就這部分的影響軍心士氣 應該要嚴正的表達出來 有沒有問題 包括也沒有問題 在事實上我給你報告 也有 也有表達的嘛 洛會也有表達 事實上也有 也有向他們表達過 這沒有問題 這沒有問題 那如果我們的法令不阻 你們應該提出相關的 因為都是行政命令嘛 怎麼樣一個安排這樣的行程 而不會造成對我們 欸 我們不是沒有國家 不是沒有政府 我們大家都是人民 稅過一個企業耶 這樣的一個民主制度 那就是他們的年輕人非常欣賞的 台灣不存在 對中國13億人的幸福是有影響的 我相信他們是希望的 對我們的家村的幸福也是影響的 我們做這種事情要理直氣壯 不要覺得說奇怪 我們人家交流 為什麼不能做這些事情 相關行政命令 有所不足的問題 應該要提出來修正 讓他們不要 受過台風啦 這麼的高調 沒人一個國家寫的來好不好 另外就是說我們整個國家的 村里長多少人 被中國邀請去那邊訪問過了 我現在一下子沒有辦法給你一個數目 我們有沒有掌握這樣的資訊 我有有 改天用數目了吧 漁會 農會 這個李堅士 還有村里長 還有這個鄉鎮民代表 這個計的議員 在這個層級的相關的 被他們邀請的去交流心情 希望能夠書面給我補充 好不好 謝謝你 還有時間是吧 書記還有時間 那局長對不起 再給你請教一下 剛剛對這個一國兩區這件事情 是 平坦的事情 我們都認為他們在一國兩制 已經是構成了 這樣的一個政治的宣傳 那 從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是不是一種政治宣示 一種什麼 政治的宣示 就我們 那個是我們提的啊 我們當然是一個 北京方面 有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官員 在他們的文書裡面 還是在他們的政治場合裡面 表達了這樣的一個立場 有啊 胡錦濤在給那個 那個 布希 布希的熱線 布希的熱線嗎 他們的國內 這個熱線就已經有了 但是他們的 中文的文獻是沒有這個東西 你很清楚 對不對 英文稿裡面有啊 哪一行對哪一行 好不好 英文稿他的標誌 他就不讓他早上了解嘛 那麼一國兩制到現在 中國的媒體有哪些報導 對到現在並沒有反應 就是嘛 所以這個東西東西 我們自己在送的嘛 我們就知道說 但是胡錦濤先生 為什麼聽的也很高興呢 所以這個就是有問題 所以 局長 我是沒有時間的齁 我不認同你剛剛講 這是一種建年 他不是建年 這不是我們在這邊 言論自由的表達 不是學者在發表文章 這是一個國家的元首 針對國家的相關的 政治的走向 所做的一種思考 透過他的政治的特質 不管是他的 這個榮譽主席 是何等榮寵 國民黨耶 執政黨耶 去和對方一個國家主席 來做這樣的一個 這個交換意見 還是討論 還是政治的會商 我認為他不是言論自由的層次 我對於這一點 我不認同 我希望你可能 在記不想你不就這樣答了 這是何等重要的一種政治的宣誓 對台灣的政治命運是有影響的 不是 清台人這樣說的 一國兩區有什麼影響 當然沒有影響 一個學者在發表一國兩區 研究了十幾年 寫一百篇 paper 也沒有影響 今天是執政黨的主席 是執政的總統的特使 居然對方而言 對我們國家 一直有權力欲望 領土欲望 並吞的野心 的這樣一個政權 的這樣一個談論 當然是重要的事情 不只是 它是一個政治的 宣誓的 有達到這樣一個效果 我不是只有言論自由 我希望局長 就這個部分能夠謹慎一點 謝謝你